大王們我是大君 我是陳寶 我們是陳君三位鐘大王們大家好 其實呢 現在 又到了鳳凰花開畢業的季節了 是啊 所謂畢業時節雨紛紛啊 我只聽過清明時節雨紛紛而已 都一樣 不覺得清明跟畢業超像的嗎 哪裡像的啊 都是在跟人家表達感激之意的 你這樣講是有一點道理 但是非常多節日都是在跟人家表達感激之意啊 不是啊你有看過畢業典禮嗎 有啊 畢業典禮就是有一個環節 是向老師表達謝意的 一句功 再一句功 老師答應 這種環節就不太一樣了吧 然後學生就會拿一張紙出來念啊 畢業致詞 喂 林公阿春老舍明月 春風花雨時 你這是紀文啊 海巫還在 而且你不要以為我沒聽出來 我剛剛那個林公阿春是誰 林公阿春 才不是我 不是我啊 然後學生就會把畢業證書插在老師的粉 上香啊 上香啊 非常的開心啊 畢業不是像這個樣子的啊 是嗎 對啊 那時候還有很多學生 給老師獻花啊 有有有有 要獻花嘛 對啊 有錢一點就送罐頭塔啊 沒有沒有沒有 飲料塔啊 再有錢也不會送罐頭塔跟飲料塔好不好 然後老師都會攀比那個塔位啊 我今年收到二十幾個塔位啊 太多了 你才十六個塔位 貴一下啊 就超高的啊 學校六個 競爭很激烈的 沒有人會競爭這種東西好不好 而且 畢業典禮說 說到底 其實還是一個很快樂的場合吧 尤其是那時候我記得我印象最深刻 是 大家一起合唱畢業歌曲的時候 滾之在鼓聲 才不是這種畢業歌曲 才不是這種畢業歌曲的 嗯 這種畢業歌曲也太可怕了吧 是不是 不是 到底對畢業有多錯誤的印象跟想法 哪有啊 就是畢業就是這個樣子嘛 你學生生涯一定過得很機場 才不會 我學生生涯超開心 大家都很愛跟我玩好不好 真的假的 對啊 大家都喜歡跟我玩啊 你看 等一下都有觀眾笑了耶 他就說 對呀 真的好開心啊 那個那個 那個時代啊 不是嘛 好 那 大家都跟你玩些什麼 像是密室逃脫 密室逃脫 密室逃脫 非常有趣 有人 學生時代在玩密室逃脫的 有啦 就大家就會一起起哄啊 然後把我關在廁所裡 欸 看我什麼時候逃出來啊 那個叫密室逃脫 對啊 而且你的時間如果太久的話啊 太久會闖關失敗 水就會倒下來 被霸臉了吧 嘿嘿嘿 不要鬧啦 你會很愛鬧耶 嘿嘿嘿 這沒有再跟你玩吧 就這樣過三個多小時 也太久了吧 你完全被同學忘記了 欸陳寶 欸陳寶 欸是我 同學回來找他了 是我啊 幾位大哥 幾位大哥嗎 你又要關門了 哈哈哈哈 這次又輸了呢 哈哈哈哈 你輸幾次啦 沒事沒事 啊不用去我吃拉麵啦 哈哈哈哈 那我回去了 請問大哥的原因也太好了嗎 嗯 是吧 你有沒有換一個遊戲好不好 換一個遊戲 換一個遊戲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的遊戲 像是大地尋寶 大地尋寶 以前康福社常玩 嗯 對 以前有些大地遊戲啊 對啊就整個校園啊 是 散落的客桌椅啊 然後如果我全部找到的話 我就可以開始上課了 你確定沒有被霸凌嗎 沒有 誰不是霸凌的耶 不是嗎 是啊 大家玩得很開心啊 那還有嗎 像拼圖遊戲嘛 拼圖遊戲 OK 這感覺起來就比較穩定一點 對啊 就把我作業濕得碎碎的啊 讓我在地上撿啊 這種拼圖啊 好 就把它拼起來就可以交作業啊 太虧慘了啦 不會啊 有時候倒水就真的很麻煩 它字都糊掉了 就又黏不起來 倒水就沒有救了嘛 還會被老師罵啊 你把那作業又弄得脫爛爛爛的 不是 你有沒有一些 比較正常一點的遊戲啊 籃球聽起來就正常多了嘛 籃球能夠 分成兩隊嘛 對 通常是這樣 我一個人一隊 全班同學一隊 太不平均了 欸 欸 欸 好難防守你知道啊 那球從四面八方來 哪有那麼多球啊 整個那個 那個體育用品式的籃球 整個拿出來啊 讓大家分啊 就一直開始玩啊 玩得好開心啊 你這樣才開心得起來啊 我是不開心啊 哎呀 不要鬧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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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有老師了吧 老師呢 嘿 老師不要說 欸 老師 老師也在打啊 嘿嘿 不是 你們學校沒有一些 比較有正義感的老師嗎 當然還是有啦 哦 那就好 所以老師這正義 你拿著手機出來 開始就要收證了 哦 對 報告上面 把手拿開 哈哈哈哈 你看 你看他在哭啊 你在哭啊 哈哈哈哈 呃呃呃呃呃 所以老師也太過分了吧 是幹嘛 是嗎 你真的 不是 你童年這樣子過 你這樣子 所以畢業 跟清明 到底有哪裡不一樣呢 你這樣子當然不行啊 嗯 你要想 遇到霸凌 你就要好好的反抗 你要懂得體色得出 啊 沒那麼簡單啦 講得那麼簡單 霸凌這種東西就是不可能被 被 抹滅的啊 啊 辦 辦這樣子 你來霸凌我看看 我霸凌你嗎 我來告訴你 遇到霸凌的時候要怎麼辦 很兇哦 好 來來來來 欸 臭小子啊 欸 怎樣啊 這是不你的作業啊 啊 你想要把它撕掉嗎 蛤 我都幫你寫好啦 太好了 你比較不熟悉的地方 我用鉛筆把它讀起來 這是一些相關的佐證啊 這次考試可能另外考啊 我完全就自由生跑 拿去吧 你成績也太好了 全校前三啊 超會 那我這樣霸凌的啦 換一個 換一個 那我這我霸凌的 臭小子啊 怎樣 這張寫給小美的情書是你的吧 你怎樣 你想要把它公布給全班知道嗎 蛤 語句不通俗的地方還有措置 都幫你修改好了 謝謝你啊 哈哈哈 還有就是小美的Line啊 FB 跟她的Instagram 都在這裡 我先看好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已經就是 幫你把小美約好下禮拜 用你的名義 我就只能幫到這了 你什麼軍事情聖啊 哈哈哈 我很客氣啦 不是吧 你霸凌耶 嗯 霸凌你要給我壓力 你要讓我難堪啊 剛剛不壓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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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真的超爽的 超爽的 整個就覺得有的 你這個同學真的太好了 OKOK 超爽的啊 怎樣啦 哈哈 是不是你去打擾小報告的啊 蛤 是不是你去跑去告老師啊 我哪有告訴老師什麼 蛤 你還說沒有 老師就全部都告訴我了 蛤 我講了什麼 我上禮拜扶老師才能過馬路的事 就是你跟他講的 你完全被稱讚了吧 你是被稱讚了吧 是啊 那你們有什麼好不高興的 身為一個不良少年被稱讚這種事 也太尷尬了吧 你是哪來的 是你不良少年了 在公車上面浪座 我都要說 臭老頭 我才不是特別浪座給你了 我只是這一站剛好到站了 那你瞧瞧 瞧瞧瞧 小心摔倒啊 你這家伙 這不良少年也太傲嬌了吧 什麼傲嬌不良少年啊 回家還有二十幾公里啊 你也太遠了吧 你只要坐下一班車去就去了 我班車 你為了傲嬌太多了吧 這就是我的人生啊 你不需要啦 有什麼傲嬌都在一起的霸凌啊 不行嗎 不行啦 你換一個好不好 換一個嗎 對不對 你直接 搶劫勒索 勒索嗎 這個就沒什麼好處 好好好 這傢伙啊 把東西叫出來啊 你想要搶什麼東西啊 真操啊 把真操叫出來啊 不要叫我真操啦 你這樣子某種程度 是更危險的霸凌了吧 不是嘛 我也是第一次你不吃虧吧 我吃辣虧了啦 才不是你第一次我就不吃虧了耶 我也沒有特別想要啊 要不是你 不是嘛 你要傲嬌什麼東西啊 你不要在這邊強行傲嬌好不好 那不然就怎樣嘛 換一個 換一個東西 又換一個 換一個 臭小子叫出來啊 怎樣啊 要什麼 還敢裝傻啊你啊 什麼東西 那還是留在你身上的我的心啊 到底多喜歡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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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是不小心放在你身上的 拿來啦 你到底不要再傲嬌了好不好 算搶錢 搶錢可以了吧 搶錢可以直接了 好啊 直接搶錢 臭小子啊 怎樣啊 這上有沒有錢啊 沒有啦 沒錢 誰啊 這也是三千塊不要亂話啊 就說不是那邊要給你的嘛 不要再傲嬌了 我也不下去了啦 你看霸凌就是這個樣子 很難反抗吧 才不是罵你的問題咧 謝謝大家 喜劇表演者有什麼特質 想表演吧 表臉吧 喜劇表演者的話 我覺得他有幾個特質 第一個就是表臉 第二個就是有一個悲傷的童年 傷心得人別鼎男歌